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第二阶段 我们这个关键项目的关键技术点以及重蓝点分析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关键技术点的一个分析 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蓝牙的一个技术 给大家介绍了传感器技术以及存储技术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个项目的重蓝点分析 这个部分里面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好 这个重蓝点分析要给大家分析什么呢 首先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蓝牙接口的一个编程 为什么这里面要特别把这个蓝牙接口的编程拿出来讲一下呢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裸机实验里面 没有对这个蓝牙接口的这个编程做一个介绍 因此呢 在我们这个项目课程里面 我们把这个蓝牙接口的这个编程呢 专门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第二个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数据的一个解算 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裸机这个实验里面呢 对运动传感器只是读取了它输出的一些数据 对于有些这个输出的数据呢 我们拿到手上以后是没法直接使用的 要对它做一些处理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我们如何对这个运动传感器的数据进行一个解算 然后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报警的策略 以及我们这个报警的方法 最后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存储的一个策略 好 我们首先开始我们这个蓝牙接口编程的一个讲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蓝牙接口编程之前呢 要把这个蓝牙的协议站 以及我们这个蓝牙的这个profil 这个profil呢 可以理解成一个蓝牙的配置 我们的官方的一个翻译呢 是配置文件 实际上呢 就是蓝牙的这个应用程的 我们这个蓝牙具体应用的一个配置 这个呢 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到 好 首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这个蓝牙的协议站 好 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蓝牙的协议站之前呢 给大家提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是协议站 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协议站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先给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协议站 实际上呢 协议站呢就是由很多个协议 按照一定的层次关系构成的一个协议的一个组合 通过我们这个协议的组合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协议站可以实现很多种功能 可以实现很多应用 我们常见的协议站呢就是我们这个网络 网络里面就有一个七层的一个网络架构啊 实际上呢 里面也是有很多协议构成的一个协议站 一个七层的一个协议站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这个蓝牙的一个协议站 好 我们还可以下来呢 自己找一下看还有些什么比较常见的协议站 好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为什么要使用协议站 实际上呢 我们使用协议站的目的啊 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呢 就是一个通用性 为了通用 这个通用呢就是指我们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一个通信 要求我们设备与设备之间它的一个通信必须遵循一个法则 这个法则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面要讲的这个协议站 就比如拿我们这个蓝牙来说啊 拿我们这个蓝牙来说 我们的这个蓝牙设备 如果大家呢 都是各自为正 都采用不同的协议来做开发 那么我们这个蓝牙设备之间的这个互通性呢 就会很差 比如说我的手机 我这个时候呢 对于不同厂家的这个蓝牙耳机 如果这些厂家都用不同的一个协议去做 那么我们这个手机呢 也要开发对应的这个软件啊 对应的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协议打包和解包的这个软件 这样子呢 就会显得通用性非常的差 因此呢 为了我们这个设备与设备之间能够更好的通信 我们我们这个SIG啊 这个蓝牙联盟就定制出了我们这个协议站 因此呢 这个协议站的这个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通用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蓝牙的这个协议站 好 我们先从我们这个物理上来看啊 从物理上来看呢 我们这个协议站呢 分成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大家看啊 就是我们这个硬件实现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这个硬件这一块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软件这一块 好 我们就从硬件啊 从底往上走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协议站都有哪些协议构成的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带这个部分 其实实际上这个基带呢 也是由我们这个基带协议啊来实现的 而且这个基带协议呢 实现了两种这个通信方式 也是我们这个物理连接的一个方式 一种是我们这个面向连接的 面向连接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无连接的 我们这个无连接的 我们这个英文缩写是ACL 我们面向连接的英文缩写呢 是SC0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字面的意思上来理解啊 我们这个面向连接的这个应用更适合做哪方面的应用啊 就比如说数据传输或者是我们这个打电话 实际上呢 在我们的具体应用中呢 我们这个ACL也是我们这个无连接呢 更适用于我们这个数据分组啊 更适用于我们这个数据分组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交互 数据的一个交互 而我们的这个面向连接呢 SCO呢 它更适合于我们这个语音 更适合于我们这个语音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一般都是一对一的 对吧 都是我们是面向的 我们具体的一个人 两个人之间呢 是一对一的啊 进行一个电话的一个通信啊 这个也可以理解成一个面向连接的 而我们这个无连接的呢 我们就说这个数据分组啊 实际上呢 可以一对一 一对多啊 都可以 这个不存在这个 我具体要把这个数据传给谁啊 我可以传给很多人 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一下 好 对于我们这个基带这个部分呢 基带这个协议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儿啊 然后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连接管理协议 也就是我们这个LMP 我们这个连接管理协议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我们这个连接管理协议呢 主要是负责各个蓝牙设备间的一个连接的建立 蓝牙设备间的一个连接的建立 好 我们这里面呢 主要就讲一下我们这个协议站里面每个协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 至于具体的这个协议呢 大家如果下来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百度 可以去百度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 我们更加关心的啊 就不管是在我们这个项目里或者是在我们以后的这些跟蓝牙相关的项目里面 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个配置 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profile 而这个配置呢 就规定了我们具体的应用要使用哪些协议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ICAP啊 我们有LICAP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呢 大家看 这上面也就是逻辑电路控制和适配协议 好 这个协议呢 是我们这个基带的上层协议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软件部分了 好 这个协议呢 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个协议呢 主要是用来向上层提供面向连接和无链接的一个数据服务 好 大家看 主要是向这个协议的下层就是我们这个硬件这一层啊 它向更上层 也就是我们这个 它就讲的叫串口仿真协议 以及我们这个二斤设置电话 电话控制协议呢 提供一个面向连接或者是无链接的一个数据服务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有个音频 这个音频呢 实际上呢 没有 大家注意这个音频呢 我们没有再把这个数据往上传 直接 直接就通过我们这个底层的物理层呢 就到这来了 因此我们这个音频呢 大家注意 比较特殊啊 没有再做更多的一个处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发现协议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发现协议 这个服务发现协议呢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大家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服务发现协议呢 是所有我们这个用户模式的一个基础 通过我们这个服务发现协议呢 我们可以查询到我们的设备信息和服务内型 从而可以在我们的蓝牙设备之间间链接 它的这个作用呢 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话控制协议 也就是我们这个二进制的电话控制协议 大家注意二进制啊 二进制比特对吧 实际上呢 它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比特的 面向比特的一个协议 它主要定义了我们这个蓝牙设备之间 建立语音和数据呼叫的一些控制性令 大家注意 这个是跟语音通话相关的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串口仿真协议 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电缆替代协议 好 这个协议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协议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串口 我们把蓝牙当做一个串口来使用 大家知道串口是用来传输数据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蓝牙通过这个协议 把它转化成一个无线串口来使用 而在我们的这个项目实战里面呢 我们就是用了我们这个串口仿真协议 把我们这个蓝牙变成了一个串口 然后我们大家注意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上面的应用这一层呢 我们会自己写一个协议 因为我们这个应用比较特殊一些 我们会自己写一个协议 自定义一个协议 自定义一个协议 好 大家看这个中间协议层呢 主要就是由这些协议来构成的 刚才给大家讲这些协议的功能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高端应用层的 这个一些协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音频电话命令 也就是我们这个AT命令 这个AT命令呢 这个AT命令呢实际上呢 就是用于控制我们多用户下的这个移动电话盒 调制解调器的一个AT指令集 大家注意 好 然后呢 这几个协议啊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上层用的这些协议 都是选用的一些协议 就是不必要的 我们在配置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添加它 也可以选择不用它 这个呢主要就是一个点对点的 完成点对点的一个对接 上层的这个是TCP 还有这个数据报 DDP 这是一些网络协议 大家知道就行 然后呢再往上走呢就是一些 无限用的一些协议啊 大家大家了解了解一下就可以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对象交换的一个协议啊 这个协议呢是由我们这个 红外数据协会啊制定的一个绘画层的一个协议 好 好我们这个蓝牙的协议站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这里面主要就给大家讲 这个蓝牙协议站的一个层次关系 以及对我们这个每一层的这个 具体的一个协议的功能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个 我们这个蓝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这个蓝牙的这个profile 那么什么是我们这个蓝牙的profile呢 实际上这个官方的翻译哈 就是我们这个profile 我们把它叫做配置文件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profile呢 它就是定义了我们这个蓝牙的 它的一些应用的一些规范 定义了蓝牙的一些应用的一些规范 而这些规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刚才给大家讲的我们这些协议啊 这么多协议的一些组合 通过我们选用我们这个协议站 某一些协议啊进行一些配置 形成我们这个我们也把它叫做这个配置文件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profile 就是我们这个profile 那么我们这个profile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呢 也是为了更容易的保持我们这个蓝牙设备 之间的一个兼容 实际上也是我们刚才讲的通用性 也是为了更容易的保持我们这个蓝牙设备之间的兼容 因此才有了这个profile 这个profile呢也是我们这个蓝牙联盟 来定义的 因此我们在对这个蓝牙设备的这个硬件和软件设计的时候呢 也要遵循啊也要遵循我们这个profile 它的一些定义 好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profile 第一个呢叫JP JP JP呢 它的这个英文的全称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通用的啊 访问通用访问的一个profile 这个profile呢 可以保证不同的这个蓝牙产品之间 可以相互发现对方 并且建立连接啊 至于这个JP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呢 大家可以下来去百度看一下 具体要用到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百度去看一下 好 然后给大家讲第二个比较常见的profile 我们把它叫做SDAP SDAP呢 实际上是 它的全称呢就是一个服务发发现啊 服务发现应用的一个profile 通过这个profile呢 我们一个蓝牙设备啊 可以找到其他蓝牙设备提供的一个服务啊 并且查询相关的一些信息 并且查询相关的一些信息 还有一个呢就是SPP SPP呢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 全称就是串 串口的profile 串口的profile 这个profile呢定义了两台蓝牙设备之间建立虚拟串口 并且进行一个连接的一个profile 大家注意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呢 就是把这个蓝牙啊当做一个虚拟的一个串口 来使用的啊 一个无线串口来使用的 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这个SPP的啊 这个profile 而这个profile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我们把它配置好以后 它默认的一个profile 并且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这个蓝牙模块它内部的这个协议站呢 实际上都是有的 而且呢是已经啊 厂家已经把这个协议站啊 已经烧写到啊 烧写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模块里面了 因此我们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好 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GOEP这个profile 这个profile呢 它叫做我们这个 英文的全称就是通用对象交换的这个profile 实际上呢它定义了一个数据的传输 包括一个数据同步文件传输或者推送其他的一些数据 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ARDP啊 ARDP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蓝牙音频传输模型的一个profile 它呢是用来传输蓝牙音频的啊 主要就是用在我们对这个蓝牙耳机里面啊 可以实现我们这个高品质音乐的一个传输 好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蓝牙的profile呢 还有很多比如说DUN呢 DUN还有DUN实际上就是实现蓝牙设备 通过另外一个在无线功能的蓝牙设备 共享上网的一个profile 还有我们的VRCP 但是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这个具体的这个应用呢 大家要根据具体的一个项目啊来选择你要使用哪些profile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用的是这个SPP啊 但是这个profile呢不需要我们去做 因为我们这个模块内部呢 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这个协议站啊 以及它这个它的相关一些配置呢已经写进去了 好下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BLE的协议站 好为什么要把这个BLE协议站单独拿出来讲一下呢 因为实际上现在呢我们这个传统蓝牙的编程呢 这个需求啊也是有也也有很多 但是现在最火的呢还是我们这个BLE 大家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讲BLE呢 实际上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开发板 它的我们选用的这个开发板它带的这个蓝牙模块 它不支持BLE啊它是一个蓝牙2.0的一个模块啊 因此呢我们要用这个开发板和这个模块 来给大家讲项目的话呢那就只能去讲我们这个 普通蓝牙的这个协议以及它的一个编程 那么我们后面呢在我们后面也会有这个BLE的一个项目实战 因为现在BLE非常火啊它是用在这个可穿戴设备里面 以及一些智能的一些家具里面都有这个BLE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BLE的这个协议站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协议站的简有一些简化啊简化了一些 因为我们这个BLE呢是低功耗的啊为了满足低功耗的要求呢 进行了一些修改啊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协议站啊 对这个协议站里面具体的这个内容呢这里面 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给大家讲了实际上还是有些相似的地方 比如这个HCI 这个LICAP 还有我们这个JP啊这个这个配置呢实际上它已经做在里面了 就是我们这个profile它已经把这个通用的这个profile呢已经做进去了 好这个呢具体呢大家以后在这个做BLE项目开发的时候呢 再去了解我们这个BLE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协议站啊这里面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好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普通蓝牙和BLE协议站一个比较的一个图 好大家看实际上呢 在底层啊底层的这个BLE呢主要就是一个低功耗的一个设评部分 这个呢是一个基本设评 从这开始就有些不一样 然后HCI是一样的 往上层走呢实际上上层的一些协议呢这个BLE是把它精减掉了 没有了啊这里面的协议还要多一些 好具体的这个差异呢 我下来呢会给大家一篇文章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兴趣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这个蓝牙的协议和这个profile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就希望大家下来呢能够去 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蓝牙协议呢 蓝牙的协议站呢可以去百度一下啊 并且要理解我们这个BLE到底是干什么的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配置啊 通过这个配置呢 我们可以选用这个协议站里面的某些协议 来完成一些特定的功能啊 这个协议站和这个profile呢 都是由这个蓝牙联盟啊给我们提供的